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汉以斯拉记》这卷书十分相似 所以一定是同一个人写的 一样是分成四大部分 而且各自分成二三三二单元 对应书中的内容 首先要看看第三次的归回 在书的开头 尼西米还在巴比伦 接到耶路撒冷传来的坏消息 当时他是亚达薛西王的九证 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以斯帖的关系 才得到这份工作 因为亚达薛西是以斯帖王后的继子 以斯帖原本是犹太人 却成了王后 尼西米得到这份工作 但这不是什么好工作 必须在王饮酒之前试酒 喝喝看有没有被人下毒 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工作 不过这个工作责任重大 而且使他得到王的信任 因为这有点像是物理治疗师的角色 必须要得到王的信任才行 在轻松的气氛之下 可以和王无所不谈 尼西米接到消息说 好不容易重建的耶路撒冷城墙 竟然又被拆毁了 这是因为耶路撒冷附近的人 不希望犹太人重建这城 所以一重建好 就立刻把他拆毁 尼西米接到消息一脸愁容 王就问他有什么心事 以前没有看过你这么难过 尼西米在心中祷告之后 就对王说 这个祷告很短 但是尼西米是一个看重祷告的人 他求告主说 我该怎么回答王呢 祷告完他就禀告王 王说别担心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要给你权柄回去重建城墙 而且我会给你诏书 命令有建材的人 提供足够的建材给你重建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第一部分的第二单元 讲到他回去了 并且利用夜晚的时候 暗中去查看情况 他去查看毁坏的城墙 计算需要重建的长度 你看他在采取行动之前 会先计算好花费 不会有勇无谋地往前冲 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但是他在展开行动之前 会先掌握情况 他夜间暗中去了解 重建工程的规模 之后就展开重建 今天如果你去耶路撒冷 一定会搞不清楚 旧约时代的古城 是指哪一个范围 大多数的人会以为 今天旧城的老旧城墙 就是旧约时代 耶路撒冷的古城墙 其实不是 这是现代的围墙 这些墙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是好几世纪以前 十字军东征时期 苏莱曼大帝所兴建的 很多人会以为 这就是旧约时代的 耶路撒冷古城 其实不是 耶路撒冷的古城 是在今天的城墙外 在下面这块狭长的土地上 它的北边是圣殿地区 原本的圣殿地区 今天盖了奥马清真寺 和阿克萨清真寺 面积大约13亩 是位在山顶上的 一座巨大石头平台 山脊正中央有一条路通过 那是耶路撒冷古城 原本的高阶 这里是吉伦谷 也就是断定谷 或称审判谷 就在这里都是坟墓 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山谷 另外这里是新嫩子谷 先往西再往北 所以这三座山谷 汇集在这里 之后 溪水就流入死海 在头两座山谷之间的山脊上 就是耶布斯人的旧城 撒冷城 撒冷曾经有一个王 是祭司 名字叫做麦基喜德 撒冷的意思是平安 这块狭长的土地 是古城所在 圣殿是盖在城市的上方 敬拜上帝要往上走 走上高阶 经过大卫的王宫 就在圣殿的下方 百姓的住家在下面这里 水源当然是一个问题 外面这里有一条河 敌人来攻的时候 可能会切断耶路撒冷的水源 所以西西加当年穿越这座山 逐了一条水道 通到下方的西罗亚池 把水引进城里 今天仍然可以走这条水道 这条山脊在太阳低一点的时候 从南方看比较清楚 这是往上看圣殿地区 这是吉伦谷 这是中央山谷 这是新嫩子谷 你可以看见阳光照出这条山脊 看到了吗 这样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古城 圣殿在上方 各位 我这里有一些考古的资料 你们可能有兴趣 这是从东方这里看过去的景象 越过山脊 可以看见旧城 照片里面可以看见考古挖掘区 他们挖出旧约时代的古城 在这里找到了 尼西米重建的城墙 目前只找到这些 但这是当年尼西米重建的时候 所用的十块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是对圣经有兴趣以后 才开始对考古学有兴趣 真的 后来我发现考古学实在是很有意思 因为从中你可以亲眼看见 尼西米当年监督重建的石墙 当时他们是各自在住家的外面筑墙 尼西米做事很有条理 他安排一些人负责看守 做工的人一手拿着工具 一手拿剑随时准备迎敌 但是让人吃惊的是 城墙的重建在52天内就完工了 七个半星期 不到两个月 圣经说 大家都很愿意工作 每一户人家都在自家住宅的外面 住一段城墙 把整座城围起来 然后住城门和城门的钢绍 耶路撒冷终于又有了防御力 他们在那段期间遇到很多困难 现在把照片放回去 回来看这卷书的大纲 他们在巩固这座城市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有些是外来的阻力 有人想尽各种办法 要阻止他们 首先是用嘲笑的方式 萨玛利亚人跑来嘲笑他们说 连狐狸都可以把墙推倒 当他们发现嘲笑起不了作用 就改成威胁 情况变得严重起来 他们甚至想用调虎离山剂 想要把尼西米引开 他们骗他说 尼西米 我们想跟你谈判 大家做个朋友 你来 我们打个商量 尼西米拒绝了 他说我在竹城墙 他没去 但是他们除了内忧 还有外患 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在城墙内 借着高利贷 富人更富 穷人更穷 放高利贷 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很擅长的事 他们放款给欧洲很多地方 今天还是透过银行在放款 你们可能知道 霸凌银行的财富 仅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 透过放款和放高利贷 有些犹太人 变得很有钱 有些犹太人 则变得越来越穷 听起来 是不是很熟悉 这个情况 在上帝的百姓中 很严重 尼西米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他想要 拉近 贫人 和富人 之间的差距 但是 想住在城内的人 仍然很少 大多数的人 都散住各地 这样敌人如果来的时候 比较容易逃命 于是 尼西米 只好想办法 几乎是 强迫大家 住到城内 他挨家挨户地 去说服大家说 城里已经安全了 搬进来住吧 尼西米 他手上 有一些名单 是耶路撒冷居民的后代 他去找到这些人 说服他们 搬回城里居住 他还举行人口普查 好知道 谁住在哪里 一共有 四万两千三百六十个 犹太人 另外还有 七千三百三十七个 仆币 和两百四十五个 唱歌的人 这种人口普查 很有意思 对不对 他列出 唱歌者的名字 这当然是因为 想要恢复 圣殿中的敬拜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以斯拉 从那座木制讲台 公开朗读律法 他不知朗读 还讲解经文的意思 不能光是读 还要理解 另外还有 圣经 必须要出声朗读 有些人知道 我们在吉尔福的教会 曾经有两次 从头到尾 一口气 把圣经朗读一遍 在座有人参加吗 应该有 我们从 星期天的晚上九点 读到星期四的 早餐时刻 我们当时 不知道情况会怎样 但是 有人统计 那四天内 有两千个人 来听大家读圣经 我们卖掉了半顿圣经 有些人在那次之后 生命全然得着改变 很多人 听完一卷又一卷 舍不得走 他们没有听过 整本圣经的故事 他们主日去教会 都只听到十句经文 下个主日去 又听到另外十句经文 这样根本就没有办法 了解整本圣经的信息 如果你坐下来 听整本圣经 还真的会上瘾 有些人很晚才来 结果待到隔天早上 那个经验很有意思 最好可以一口气 朗读圣经的几卷书 不只是读一小段 读一小段经文 好像在吃点心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都习惯 一点一点读圣经 这样根本不能了解 完整的信息 除了读圣经 还要讲解意思 这一系列的新旧约纵览 就是这个目的 不只是鼓励大家读圣经 还要帮助人理解 让你可以 可以清楚地 明白上帝的心意 以色拉就是这样做 但是他读着读着就哭了 于是开始认罪 这是以色拉和尼西米 大不相同的地方 以色拉认为 这是哭泣的时刻 尼西米却叫他们 庆祝和欢喜 要享受在其中 今天还是有这种不同 以色拉因为经文 揭露他们的罪行而哭泣 但尼西米说 这是欢乐的时刻 当时是祝鹏节 是一个收割的节日 是欢乐的时刻 犹太拉比会说 在祝鹏节的时候 不喜乐的人是犯罪 这是一个欢庆的节日 所以尼西米叫他们 要开心地庆祝 要大吃一顿 鼓励他们 做丰盛的一餐 来大肆庆祝一番 其实两者都需要 我们需要哭 也需要欢笑 因为哭有时 笑有时 有智慧的人知道 什么时候该笑 什么时候该哭 以色拉吩咐他们 重新立约 他要百姓重新承诺 委身这位以色列的上帝 在神面前重新立约 这我等一下会讲 其实尼西米也需要纠正百姓 我常说 以色拉和尼西米的差别是 以色拉拔自己的头发 可是尼西米拔别人的头发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别 你会发现 他们两个真的是这样 尼西米的个性也许比较外向 但是他却真的去拔犯罪的 以色列人的头发 他也惩罚了和异族通婚的人 拆散了那些婚姻 那些娶异族妇女的男人 他拔下他们的头发 并且咒诅他们 他也必须处理挪用公款的事 耶路撒冷城里有一些人 就像是加略人犹大那样 私下挪用公款 他也必须处理 亵渎安息日的事 因为这些从巴比伦 归回的生意人 只能做同样的生意来谋生 但是消费者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必须设法 把生意做起来 所以连安息日都开店 他们连安息日都做生意 尼西米只好坚持在安息日 把城门关上 让他们不能进出城门来做生意 这些人就改到城门外搭棚 他又得处理这个情况 尼西米也带来许多改革 最严重的是 祭司没有进到在圣殿中的责任 他必须纠正这件事 所以以色拉和尼西米 不但必须重建 并且还得去纠正百姓 他们勇敢地施行改革 甚至毫不留情 来看看尼西米这个人 一般说来 大多数人喜欢尼西米 胜过以色拉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 尼西米他 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主要是因为他很喜乐 他也鼓励大家要喜乐 他说主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引用这句话 尼西米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以色拉有没有说过这种话 以色拉忙着为百姓流泪 但是尼西米说 主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其实他们两个搭配得很好 在重建的时候 同时需要帮助和安慰 喜乐和悲伤 这两种都需要 我们需要平衡 但是尼西米有几个特质 让我非常的佩服 我们觉得可以了解他 他在情绪的表达上 比以色拉坦白 他会谈到自己 有许多第一人称的字数 讲到他自己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四个特质 第一 他看重祷告 以色拉重视圣经 尼西米重视祷告 重点不一样 但是搭配得很好 尼西米最大的特质是 先祷告再采取行动 我们看到他有很长的祷告 也有很短的祷告 祷告的重点并不在长短 重点是在深度 我们看到他在众人前的祷告 也看到他私下的祷告 我们看到他在事前的祷告 也看到他在事后的祷告 这个人很自然地 把一切都告诉上帝 他是个祷告的人 第二 他是个很实际的人 这一点我喜欢 他非常实际 做事很有条理 有些人只想天上的事 却不切实际 但他不是这种人 他看重祷告又很实际 他不介意亲自动手去执行 事情也安排得很有条理 他研究怎么样重建城门和城墙 他不是高高在上 而是个很实际的人 同时看重祷告又看重实际 是不是很棒 第三 他是个情感丰富的人 他有很深的情感 有的时候他很悲伤 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喜乐的人 常常鼓励人要以上帝为乐 要喜乐 如果有了喜乐的力量 确实会让人刚强 但是他也会生气 气到扯下别人的头发 我喜欢这个人 他的情感丰富 但是他也擅长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很好 以斯拉不可能做尼西米做的那些事 因为尼西米擅长人际关系 他对于人的管理很有一套 他能够让人非常卖力地去工作 以斯拉比较独来独往 但是尼西米常跟人在一起 陪在他们的身边 卷起袖子 跟他们一起做工 只要有他在 大家就会卖力地工作 大家会乐意工作 觉得有他在就没问题了 他可以提高士气 让疲惫的人继续做下去 大家加油 我们一起把它完成 各位 像这样的人很有魅力 有趣的是 他每次讲到工作都不说我 而是说我们 各位 他私下去检查城墙的时候 会说我绕城墙而行 但是讲到修建工作的时候 会说我们在修竹城墙 他把功劳归给大家 我们在工作 我们要工作 我们在52天内完工 像这样的人很有魅力 他不会把功劳揽在身上 他不会说这都是我做的 而是说这是我们做的 他有很均衡的特质 重祷告也重实际 有喜乐也有悲伤 有强势也有温柔 对上帝 对百姓都善解人意 这个人 他有很均衡的特质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 这些圣经人物的激励 效法他们的优点 并且尽可能不要重蹈覆彻 我们为什么要研读 那么久以前的历史 那么古老的历史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距离两千里 相隔两千五百年 遥远的时空 我来做个总结 这些事件很有意思 这些人物很有启发性 但是重点是 这是上帝和他子民的故事 上帝和一个民族 也是一个国家立约 如今又和我们立新约 尼西米他常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会这样做 我的上帝是全能的 我的上帝一定会让这些工作完成 这里我们再度看见 这位守约的上帝 我们需要记住他 应许他的子民两件事 百姓顺服 他就赐福 百姓悖逆 他就咒诅 这位守约的神 会赐福 也会咒诅 他容许百姓被掳 就是在持守他的应许 你读《立位记》 二十六章四十四节 上帝说 他们若胡作非为 就会把他们赶出应许之地 上帝说到做到 为什么要被掳七十年呢 历代至最后告诉我们原因 上帝有一条律法规定说 土地跟人一样也需要休息 土地也需要休息 所以上帝命令他们 每逢第七年都要休耕 什么东西都不要种 让土地好好休息 这样隔年就会有更好的收成 但是五百年来 他们一次也没有做到 所以这块土地 错过了多少年的休息 七十年 上帝在历代至最后说 既然你们不让土地休息 我来让土地休息 这块土地错过了七十年的休息 所以你们要离开七十年 是不是很有意思 所以他们才会被掳 整整七十年的时间 土地非休息不可 上帝说到做到 他应许要赏赐一人 也要惩罚恶人 他会有赏有罚 因为他立约要这么做 这适用在他子民的身上 也适用在其他人身上 保罗写信给基督徒说 人人都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 按个人的行为接受审判 我们都必须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上帝会信守他的应许 在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中 我注意到上帝会在暗中动工 这两卷书中没有预言 也没有神迹 但是你可以看见 上帝在暗中行神迹 他先是在外邦领袖的心中动工 像古列和亚达薛西这些王 上帝能够在不认识他的人心中动工 很不可思议吧 如果你有一个面谈 但是对方并不是基督徒 你还是可以祈求上帝 预备他的心来接纳你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上帝会在暗中动工 在你去见某人之前 先预备那个人的心 这样的例子我遇过很多 本来以为就要面临很棘手的状况 结果对方竟然乐意听我说 上帝可以这样动工 他不需要公然分开红海 他可以暗中动工 上帝在这里兴起了 以斯拉和尼西米 兴起索罗巴伯和耶稣亚 上帝会在适当的时机 兴起适当的人来做事 为他的子民兴起最合适的领袖 这种事跟神迹一样好 都是上帝在动工 为要成就他的旨意 但是很悲哀的是 这是我从这里学到的功课 那些归回的人 又再度犯罪 只有一个罪 他们没有再犯 那就是拜偶像 犹太人一直到今天 都惧怕偶像 犹太人他们真的 再也没有拜过偶像了 他们不会再这样做 但是他们犯了别的罪 实在非常可悲 丘吉尔写过一部历史剧作 讲二次世界大战 一共有六册 我读过很精彩 但是第六册的书名 很有意思 讲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 他的标题是胜利和悲剧 副标则是 伟大的民主政治得胜 如今又可以重拾 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的鱼形 这位二次大战的伟大领袖 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伟大的民主政治得胜 如今又可以重拾 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的鱼形 各位 人性就是这样 犹太人没有再犯拜偶像的罪 但是又犯了别的罪 所造成的结果是 上帝整整沉没了四百年 长达四世纪之久 上帝没有行神机 也没有说话 他一直等到时候满足了 才拆来他的儿子 耶稣 以色拉 尼西米 先知 哈盖 还有萨加利亚 都关心重建的事 最后是马拉基 他是最后的一个先知 他在四百年的沉没 来到之前 给以色列的最后两个字 是咒诅 咒诅 这是旧约圣经最后两个字 咒诅 但是马拉基 期待一个 像以利亚那样的先知再来 他会被拆来宣布 上帝最大的使者 我们现在知道是谁 知道这预言如何应验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旧约圣经的图表 我们刚刚看过 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 这是旧约最后两卷历史书 这是马拉基 是四百年沉没来临之前的 最后一个先知 因为马拉基书后面是马太福音 我们常以为时间相连 其实上帝的百姓 等待了很久很久 中间间隔长达四个世纪 所以当施洗约翰出现 穿着像以利亚 口中讲着预言 全国百姓都去看他 他说你们要进约旦河清洗 你们不够洁净不能进上帝的国 施洗约翰付上生命的代价 他谴责以扫的后代 以东人西律 娶了不该娶的女人 违背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已经讲到旧约圣经最后 但是我还没有讲马拉基书 最后我要讲一件事 但伊里有一个预言很不可思议 他被掳到一帮 但伊里有些预言真的很不可思议 你们可以看但伊里书那一讲 就会知道他的预言很不可思议 但是但伊里有一个预言 跟以斯拉记 还有尼西米记有关系 我来读一下给你们听 他说 你当知道当明白 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寿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 和六十二个七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受高者 必被减除 但伊里在贝鲁期间 发了这个预言 如果把七个七 和六十二个七 加起来 就是四百九十年 这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算法 不是三百六十五天 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寿高军的时候 一共是四百九十 如果把这些数字加起来 允许归回的法令 有好几道 这些法令 不管是古列下的 还是雅达薛西下的法令 有趣的是 用其中一个法令的年代去算 得出的结果是西元二十六年 另外一个法令的年代 得出的结果是西元三十年 真正的年代 不好算 因为历法改了 每年的天数改了 可是不可思议的是 两道法令下了四百九十年以后 耶稣降生了 但伊犁怎么可能会事先知道 他其实不知道 但是上帝知道 所以从贝鲁到弥赛亚来临 中间相隔几年早就算好了 上帝的计划早就安排好了 第一道法令之后 四百九十年 受高者将会来临 并且会被剪除 耶稣来了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后来又从死里复活 所以 从贝鲁到耶稣降临 有一个直接的预言 我相信上帝向 但伊犁显明这件事 好叫我们知道 即使以色列百姓归回后 又立刻犯罪 却不会全部沉沦 上帝知道该怎么办 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他早就已经计划好 要怎么扭转情况 他拆来一位救主 要救他们脱离罪 所以四百九十年之后 救主耶稣被剪除 阿们 阿们